旅館员工不断提醒 真的危险不要靠近 但这里却是饭店和民宅 共用的大楼 现在却惊传 饭店已经被捐用为集中检疫所 绝检者和民众大混局 工作人员穿着防护衣 全副武装一楼门孔 还贴出大大告示 上头清楚写着检疫所 住户早就受不了 怒披同栋楼的福泰饭店 逼他们以零为祸 又偷偷与卫福部签约 当集中检疫所 根本是华航诺富特大反版 位在新北区万里区的摘星楼 1到13楼是一般住户 共586户 14到18楼是福泰饭店 一次没告知 更没取得住户同意 被征用为集中检疫所 但整栋楼未遇通风管道相通 让住户单又会成为防疫破口 在今年的园业中央 把旅馆征刀为集中检疫所 是由中央来负责管理 住户声称向卫福部反应 但至今置之不理 没有回应各级单位互提皮球 1922专线也敷衍了事 而指挥中心目前则表述 会再查清楚 但住户在住家都有闻到 卫浴通风管道传出浓浓药水味 担心万一造成社区感染 一定会比诺福特事件更严重 接着装备自以为林朱丁蓉采访不懂